生母周氏意外离世后,易中玉离开了一家,跟随外祖父在海外生活了十年。 周老爷子不仅很用心培养易中玉的经商才能,还把周家的生意交给他打理,人人都以为易中玉在周家受尽了宠爱。 实际上,其中的苦楚只有一中玉自己知道。 传家原助理提到,真正关心易中玉的只有外祖母,外祖母病逝后,易中玉才不得不费尽心思讨好外祖父。 为了能得到外祖父的认可,易中玉付出了很多努力。 周氏和易兴华失败的婚姻,是周家的耻辱,周老爷子连带着厌恶易中玉。 易中玉在周家也只不过是寄人篱下讨生活,可即便是这样,也远比在一家看继母黄盈儒虚伪的面孔更好受。 周氏承易兴华垫脚石,传家原助提到,黄盈儒原本是易中玉的家庭教师,性子温柔谦和, 由于家境贫寒,为了挣钱只得放低身段。 黄盈儒很会看人眼色行事,不仅在易中玉心中树立了良师益友的形象, 还对男主人易兴华嘘寒问暖,弥补了易兴华在婚姻里的失忆。 易兴华和周氏的婚姻,积累了太多矛盾,周氏是千金小姐,自然多少有些骄傲任性, 易兴华丧偶后求娶周氏,是贪图周家的家世,而不是爱周氏这个人。 周家陪嫁了一套房子,并且给易兴华的兴华百货投资四十万, 周老爷子很看好易兴华这个女婿,没想到易兴华在生意场上是个人物, 在爱情上却极度自私。 易兴华发达后,迅速冷落了周氏,他受够了周氏的大小姐脾气, 两人性格不合,话不投机,家里总是鸡飞狗跳,易兴华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作为旁观者的黄盈华,把易兴华和周氏的婚姻问题看得明明白白的, 他在心里暗自嘲笑周氏愚蠢,本就是利益联姻,周氏却天真的要求爱情。 周氏敏感多疑,对易兴华有着不切实际的占有欲, 总是要求易兴华拿出精力来陪伴他爱护他, 这对于事业心很强的易兴华来说,很明显是一种束缚。 易兴华从来都不是一个会为了儿女情长纠结的男人, 他的生活重心永远都在事业上面, 他要复兴一家,大展宏图,而不是在家里陪着妻子风花雪月。 黄盈华外事上位 黄盈华比周氏更懂易兴华的需求, 黄盈华出身低微,愿意卑微地服侍易兴华, 易兴华慢慢感受到了黄盈华的温柔体贴, 于是心神游离,在周氏怀着二胎的时候,背叛了周氏。 黄母生病没钱住院, 易兴华大方地拿钱给黄母治病, 黄盈华对他感恩戴德,更加认准了易兴华。 易兴华善待黄盈华,可是他却忘了, 他之所以能让黄盈华惦记, 是因为他事业有成,家底丰厚, 而他由此成就,全都仰仗周家的帮扶。 易兴华和黄盈华苟且, 易兴华甚至在外面置了小公馆, 黄盈华无名无分, 却为了荣华富贵, 自愿给易兴华当外事。 周氏被两人的丑事逼得精神出了问题, 为了留住易兴华, 找理由叫易兴华回家, 周氏多次虐待年幼的亲生女儿易兴华, 因为只有易兴华生病或者受伤, 易兴华才会急着回来。 泡冷水,摔大, 易兴华从小被母亲折磨得伤痕累累, 这也是为什么易兴华长大后还经常膝盖疼, 动不动就生病的原因。 易兴华痛恨黄盈华, 黄盈华趁着周氏怀孕的时机, 抢走了易兴华, 而后纠占雀巢, 住进了周氏陪嫁的一家花园里。 黄盈华摇身一变, 由外事成为了一太太, 周氏至死不知, 易兴华和黄盈华欢好, 还生下了一儿一女, 根本不是因为爱情。 易兴华之所以背叛周氏, 让黄盈华上位, 一是为了羞辱周氏, 错一错周氏这个大小姐的锐气, 易兴华在周氏面前没有男人的尊严, 于是利用黄盈华报复周氏。 二是易兴华靠女人发家, 在上海滩已然不是秘密了, 周氏的存在是易兴华的污点, 为了摆脱周家对自己的影响, 易兴华狠心抛弃了周氏。 易兴华和破落户女儿黄盈卢光明正大的交往, 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 他易兴华不靠女人也能发达。 传家原著里, 易中玉对黄盈华的摊牌, 无情拆穿了易兴华扶正黄盈卢的真相, 易中玉说, 母亲向来骄纵惯了, 他在重视父亲, 也难改脾气, 父亲娶了他, 忍受了许多委屈, 才从你身上找平衡。 他就是要抬举你, 打击我母亲。 他抛弃我母亲, 就是要告诉全上海, 没了周家的扶持, 他照样是人人尊敬的实业家。 精明的黄盈卢, 当然知道易兴华没那么爱自己, 但两个人的结合本就是各有所图, 黄盈卢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攀上易兴华, 已经是黄盈卢改变命运的捷径了。 为了抓住易兴华, 黄盈卢扶低作小, 被扶正后仍然花心思讨好易兴华, 易兴华在这段婚姻里感受到了舒服和踏实, 因此彻底收心, 不再沾染外面的花花草草。 黄盈卢的隐忍, 周氏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得到。 黄盈卢为了巴结易中玉, 改善和易中玉的关系, 连易中玉的卧室她都亲自布置, 小到拖鞋点心, 黄盈卢也一点不马虎。 易中玉当然不吃这一套, 黄盈卢对她母女的伤害历历在目, 她很清楚黄盈卢笑里藏刀, 手段阴险, 为了羞辱黄盈卢, 易中玉把她精心布置的房间用来养狗。 易中玉很尊敬黄盈卢, 会称呼她为母亲, 而易中玉却称她为外面那个女人, 易中玉曾经劝易中玉不要没大没小。 在易中玉眼里, 大姐易中玉是一家嫡长女, 祖母亲手培养出来的大家闺秀, 她又怎会对自己的遭遇感同身受。 易中玉那时候还不知道, 易中玉的身世比易中秀更为不堪, 易中玉的懂事和温顺, 才是比黄盈卢更压抑的隐忍。 易中玉名义上是易兴华原配妻子大太太所生, 实际上她的生母却是风月场所里, 大名鼎鼎的罗如梅, 这样的出身, 易家人根本不敢是人。 关于大太太这个人, 易家人几乎没人提起, 易兴华说自己对不起三任太太, 可见大太太嫁给易兴华后, 也没有得到易兴华的善待。 传家原著里, 黄盈卢曾经猜测过易兴华的感情, 从钟玲的身世来看, 易兴华与第一任太太的感情也没那么深度。 他不了解他的丈夫, 但有一点, 易兴华从来都是以事业为重, 而且说一不二, 很多重大决定根本不会与他商量。 大太太一生无儿无女, 年轻早逝, 可能他身子骨不太好, 生育能力受损, 易兴华挑上罗如梅, 也证实了这一点。 易家是大户人家, 到了易兴华这一带逐渐没落, 从易兴华后两次择偶的目的性, 以及选序的精灵程度可以看出, 易兴华是很擅长靠联姻增加实力的, 他娶第一任太太, 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个在易家销声匿迹的女人, 身体孱弱, 家世却不错, 导致了易兴华无子也不敢那一太太, 而易家又极其重视子嗣, 当年易老太太没有生育, 专门从旁枝过继了易书业, 易老太太生下一兴华后, 易书业很快就遭受了冷落。 为了给易家添丁, 易兴华背叛大太太, 在外面和罗如眉生下了易中灵, 易兴华把易中灵抱回家, 养在了大太太的名下。 易老太太对易家这个来之不易的血脉很看重, 不仅教易中灵治香, 把祖传的香谱传给了易中灵, 还请师父教她琴棋书画, 完全是按照大家闺秀的标准来培养的。 大太太离世后, 易兴华娶了周氏, 有了易中玉, 易兴华和外室黄盈如, 又生下了易中杰和易中秀, 三女易子, 易兴华最看好的, 其实只有一中玉, 因为他四个子女里面, 唯有一中玉是真正的嫡女, 生母是高贵的周氏, 易兴华压根就没想过把家产传给别人。 易中灵为了争夺兴华百货的继承权, 在背后用了很多手段, 拉拢人心, 挑拨姐妹之间的关系, 传家原助理, 易中灵的真面目被易中秀拆穿后, 他大方承认了自己的出身, 并且不再遮掩自己对兴华的野心。 易中灵说, 是, 我的亲生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太太, 而是眼前这位曾经红遍上海的书彧先生罗如梅。 罗如梅不想因为自己耽误女儿的前途, 声音颤抖着说, 大小姐, 这都是三小姐乱讲的, 你怎么能承认呢? 我这样卑贱的出身,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传出去不会有人相信的。 易中灵却毫不退让, 没什么不能承认的。 父亲, 时至今日, 也许您已经不记得一度豪至千金想好过的女人了吧。 毕竟那时候您太年轻了, 但身为女儿, 我总不能忘记自己的亲生母亲吧。 易中灵这段话, 彻底揭开了一心华和罗如梅交欢的真相, 为了罗如梅, 易兴华曾经豪至千金, 但为何罗如梅生下一中灵后, 易兴华就彻底变脸, 抛弃了罗如梅。 传家原助理, 易中灵说, 我每年生日, 亲生母亲北上看我, 都被祖母赶走, 大雪天跪求, 也见不到我一面, 因为她身份卑微, 祖母要我时刻铭记。 我战战兢兢长大, 处处谨慎小心, 不敢有丝毫为谜的言行。 细思易中灵的摊牌, 才知道易老太太对易中灵的训话有多扭曲, 让她知道生母的身份, 时刻提醒她出身卑贱, 却按照大家闺秀的标准来要求她, 长辞以往, 早晚会把易中灵逼上绝路。 易兴华说自己对不起三任太太, 却没有提到对罗如梅的愧疚, 是因为易兴华从骨子里, 就是瞧不起罗如梅的。 易中灵进入一家, 罗如梅被驱逐, 大雪天跪求, 都见不到亲生女儿, 易兴华对她的狠心, 是因为易兴华挑上她, 本就目的不纯, 不是图爱情, 而是图子寺。 易兴华为罗如梅花了很多钱, 所以她心安理得地, 把罗如梅当成生育的工具, 罗如梅生下一中灵后, 对易兴华再也没有价值, 易兴华去母留子, 彻底和她断了关系。 就算易中灵的身份被拆穿, 对于易兴华来说, 也不过只是一场风流运势, 易兴华对罗如梅丑陋的算计, 比皇室被扶正更不堪。 易兴华对黄盈卢是有感情在的, 黄盈卢之冷之热, 易兴华愿意给她荣华富贵, 给她一太太的名分, 而对罗如梅, 只有欲望和利益, 得逞后就翻脸无情, 罗如梅被易兴华算计的够狠。 易兴华这个男人, 在大是大非上是有原则有底线的, 唯独在私生活方面, 他不是个专一的好男人, 传家原助理, 易兴华临死前, 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 而他自己, 到了这个年龄, 该经历的, 都经历了, 该成就的, 都成就了, 儿子有出息, 女儿们更出息, 女儿们交出了出色的成绩单, 他已经没什么遗憾的了, 他这一生, 为对三任太太有愧, 自始至终的自私, 让他无法给予任何一个爱情, 但人无完人, 他从来不悔。 易兴华在感情上的态度, 让女儿易中玉对恋爱产生了心理阴影, 沈斌苦苦追求易中玉, 愿意低声下气讨好易中玉, 给他系鞋带, 买糕点, 易中玉却始终无法接受沈斌, 因为易中玉看到沈斌, 就想起年轻时的易兴华, 同样的英俊能干, 同样的野心勃勃, 同样的想见女人上位, 易兴华努力撮合易中玉和唐凤吾结婚, 可易中玉和唐凤吾的感情进展并不顺利, 因为易兴华可以给女儿子良绪, 却从来没有以身作则, 娇儿女们如何去爱人。